让神间 让大家所听到的都能够大大的给祝福 今天呢 这么早起来 大家也会得到同样的祝福 今天通过我们今天长老读的这个 经文创世纪二章十六十七节 我想要分享 今天的这个主题就是为什么有善恶术 这是一个我们大家都应该 时常在想的一个问题 或者之前有问过的问题 这有可能是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个 这个查经的一个主题 或者我们已经理解了 可是让我们求神赐给我们圣灵 所以我们能够理解 神想赐给我们的理解 还有更深一层的祝福 首先第一点 人是在神的模样被创造 要回答这问题呢 我们首先需要理解 为什么神创造人 然后放在伊甸园里 所以让我们先是以神的模样被造的 所以创世纪一章二十七个二十八节告诉我们 神创造人是以他的模样创造的 创世纪二十六十七节告诉我们 神是以神造人是以他的模样 之后呢 在创世纪一章二十七二十八 神祝福了人 为什么他造着自己的形象造人后 就赐给他们福 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 而且要治理这地 要管理海里的雨空中的 两根地上各样行走的活物 所以在创世纪第一章的这个创造 其实是神在创造 创造而且是一个过程 每样事情怎么样神的话语 创造出来的这个过程 是以神的话语 先说这些事情才发生运验 在希伯来文当神说 让现在有光 让光出现 这光出现呢 在希伯来文是 Vio Mare 神说这个说在希伯来文是Vio Mare 大概比方第一日 神在创造的时候 神说 要有光 对神说的这个说呢 意思是神怎么说就怎么样的照 所以这个完成的工作呢 就是万物呢 顺从神的话语 这个就是创造工作 那神看到这是好的 神说就做 神看到这是好的 那让我问你 这个创造工作是不是如今在你生活中也在发生呢 神的话语 神的话语 说出来是不是就是以他的话语就造出来呢 打个比方 我们在礼拜天得到神的话语 在星期一 我们是不是有完成这工作 有没有把神的话语做出来 在这一周的结束 神看到我们是不是说这是很好的人 你做得很好 这个就是创造工作 所以在最后一日 是有一个目的 那神造这个人呢 是以他的模样造出来 所以神造人是在他的模样 但是神是灵 在约翰福音二章二十四节 神是灵 所以当神把人是在他模样做出来的时候 不是说神有一个肉体的模样 而是属灵的特征 打个比方 什么特征呢 神圣 善良 良好 正义 还有爱神的一份心 我们呢 被神创造 其实已经把这些特征呢 装在人的心里面 这就是神的模样 那可是因为神 人是在神的模样被创造 所以 人呢 就像神的儿子一样 我上周呢 我上周呢 去了一个 错的一个 一个 理法院 他剪的头发太短了 有人说 他们说 你剪的头发 越来越像你儿子了 还是因为你儿子 越来越像你了 儿子呢 都像父亲 让我来测试你的英文 你觉得 一个人的儿子 怎么称呢 他是什么样的种类的动物呢 人的儿子 当然 人的儿子是人 对吗 那一个牛的儿子 叫什么 有人说小牛 叫做小牛 对吗 那猫的儿子 叫什么 小猫 那狗的儿子呢 叫什么 叫做什么呢 狗的儿子 是小狗 对吗 那 神的儿子 你怎么称他呢 让我们仔细的现在 在创世纪二章七节 我们可以看到 耶和华神 用地上的尘土造人 这个用尘土造人 并不是用神的模样造他 怎么样 则造神的模样呢 神将生气 吹在他鼻孔里 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名叫亚当 所以说 有灵的活人 才是神的模样 你的儿子 有你的基因 跟血缘 我们呢 神的儿女 也有神的灵 神的吹进 我们的这个灵 耶稣用在 耶稣在 约翰福音 十章 三十四 三十五节 这样子的形容 约翰福音 耶稣说 你们的律法上 不是写着 我曾说 你们是神的儿子吗 心上的话 是不可费的 若那些承受神道的人 堂且称为神 意思是什么 如果你有听了神的话语 你就是听到了神的 对吗 所以如果你有得到神的话语 你得到这个 这个神的灵 那你就是 你就是 有圣灵同在 所以如果你说 牛的儿子 叫做小牛 人的儿子叫 叫人 那神的儿子 叫做什么 神 小神 对吗 小神 耶稣这么说 他说 圣经 不是假的 这是在 诗篇 八十二章六节 诗篇八十二章六节 我曾说 你们是神 都是至高者的儿子 耶稣用的字 神是在希腊文 Pheos Pheos这个字呢 是用我们来称 我们的唯一的 独一的神 我们不是说人啊 你我是真正的 像神一样的神 我们不是上帝 可是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们有神的特征 我们是神 至高者的儿子 所以在诗篇八十二章六节 神告诉我们 你们都是神 你们都是最至高者的儿子 因为我们有神的模样 这个就是亚当被创造成的一个目的 我们在这世上有肉体式的 可是还能做神的儿子 因为你得到了神的属灵的模样 得到了神的话语 那现在呢 我祈祷每一个人得到了神的圣灵的 通过耶稣基督的宝血的 你已经得到了耶稣的话语 我们就已经变成了活人 阿门 是阿门还是不阿门 如果你变成了活人 那你现在属于哪一个地方呢 神从尘土中造人 吹尽他鼻孔 这个生气 然后呢 这个活人做什么 他目的是什么 神把他放在伊甸园 所以你现在属于的地点在哪里 你是不是在伊甸园 你是住在伊甸园吗 有些人说 我不肯定 我家根本不像伊甸园 可能更像 我们如果得到了神的话语 已经得到了圣灵 那我们都是活人 我是一个罪人 可是通过耶稣基督的保险 我们已经被拯救了 我们再次 现在得到新生命 所以我们是新的一个人 所以我们现在住的地方是在哪里 我们现在的属灵的这生活 就是伊甸园 伊甸园是什么 当你一个祷告的心 说阿们告白的时候 神就会把这个造成在你心中 真正的事实 我们得到了圣灵的 通过耶稣基督的保险 那些得到了神的气的 生气的 都是有了圣灵 住在伊甸园 属灵的伊甸园 那我们现在来看第二点 就是神给亚当的命令 神给亚当的话语 我们说通过我们告白阿们 我们已经变成了一个活人 通过耶稣的话语 通过圣灵 我们已经现在如今是活人 我们就住在伊甸园 在伊甸园里 神把亚当放在伊甸园 神有吩咐亚当 吩咐亚当什么呢 这是在创世纪二章七节 首先耶和华用地上的尘土造人 可是从第十五到十七节 那第八九十节呢 神把伊甸园所有的这些 东西都准备好 发草树木 然后在十五节呢 是神吩咐亚当 该做不该做的 神对于亚当的话语是什么呢 因为这是对我们讲的 一模一样的如今的话语 耶和华神将那人恩志在伊甸园 使他修理看守 耶和华神吩咐他说 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 你可以随意吃 只是分辨善爱树上的果子 你不可吃 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必定死 所以这些吩咐 神叮嘱他什么 就是首先你需要看守 你需要修理 看守 和修理 还有呢 你可以随意吃 所有在伊甸园里的树 都可以随意吃 可是有一棵树 就是智慧树上的果子 你不可以吃 那我们要记得的是 伊甸园并不是天堂 伊甸园呢 不是天堂 我们这个叫这个地方 像是一个完美的一个地方 一个花园 可是这不是在一个这样的 不是这样子的地方 打个比方 我们如今现在属灵存在的天堂 并不真正是乐园 对吗 伊甸园呢 其实是在代表亚当的一个 一个一个花园 亚当的这个代表 或者他的表示亚当的内心呢 就是表现通过伊甸园 他现在呢 有肉体 他也有神的灵 圣灵 所以我们说这个伊甸园 是在这世上的一个花园 可是是一个乐园 就是有天国的特征 在这个花园里 如同这个方舟呢 代表了 也代表了 罗亚的信心 同样的 我们讲说 以色列的会幕 代表以色列人的心 还有伊甸园就代表亚当的心 所以虽然这不是一个完美的花园 可是神有把希望跟祝福 存在花园 这个乐园里 伊甸园里 人虽然是用尘土造出来的 得到了这个神的灵 我们说伊甸园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境界 就是我们得到了神的这个灵 通过耶稣基督得到神的灵的 你就放进这个属灵的乐园里 做什么呢 就是要成长 就是要训练你 你在一个在世上 要被培训 被栽培的一个地方是什么 就是学校 教会就是属灵的学校 这是一所学校 亚当夏娃呢 在这个伊甸园的学校呢 就是要被培训 能够吃生命树的果子 这个世界呢 是在世上 可是通道是通往天堂 亚当夏娃是应该 吃所有树上的果子 在真言八章 八到二十节告诉我们 这个一个人的一个人的话语 这个是那个人的果子 所以从耶稣基督口中说出的话语 所以 耶稣怎么说 他说 你不仅 人口中所结的果子 必是充满 就是说 在这个 耶稣说的话语 就是有生命的 然后神的话语 在希腊文是叫什么字呢 神的话语在希腊文是logos 在起初有道 所以从这个字logos呢 就是有 以后的英文的字 这个叫做 有这个叫做什么 逻辑 逻辑啊 还有不同的学问啊 英文呢 都有ology在后面 那个学问的 后面 那这个ology的后面 是代表什么呢 意思就在学习那样东西 你在学哪个东西 所以一个人口中出来的果子 其实就是智慧跟学问 所以当神告诉亚当 你在伊甸园可以吃所有树上的果子 意思是 你去学 你应该学习 从不同人学习在教会里 然后这些人呢 要 那不是这些人 亚当 夏娃一该学习之后呢 要带领到生命树上 吃了生命树的果子 才能够 毕业最后得到永生 这是目标 可是在 伊甸园里 如同我们之前 看了 有神的命令 可是也有 你的自由权 有自己的自由权 那你的 自由主义呢 意志呢 因为人不是机器人 我们都有自由的选择权 跟意志力 不仅 有他们的自主权 神给了他 人呢 就是亚当 夏娃 给了他们 这个 叮嘱他们 吩咐 什么是使你得到生命 什么 是使你得到死亡 还有呢 有测试 亚当 夏娃 听不听话 那现在 当我们说 我们现在是活在亚当 不是 活在伊甸园 属灵的伊甸园 你同意吗 意思是 我们现在在属灵生活中呢 有善 有恶 神有给我们话语 也有给我们自主权 选择 你现在要怎么选择 你要选择从生命树上 吃生命树的果子 还是从智慧树上吃 错误的果子 如果亚当 沙娃当时 遵从了神的话语 吃了生命树的果子 没有吃智慧树的果子 那我们讲 完美的顺序呢 就会现成了 在创世纪一章二节 告诉我们 原来的世界上 是怎么样的状况 就是地势空虚混沌 冤灭黑暗 意思是 我们得到 耶稣基督的救恩 神的话语之前 你的心境是如何 也就是空虚混沌 黑暗的 所以如果亚当 夏娃 并没有选择 跟从神的话语 这个空虚混沌 黑暗再次会回到我的心 所以我们如今也是一样 黑暗 空虚混沌 之前是我们在 明遇见耶稣之前的生活 可是遇见了 基督了以后 我们得到了生命 希望 快乐 喜悦 就如同在 伊甸园里面 也是一个乐园 可是我们背对 逆着神的话语行走 这个就是混沌 黑暗的时候 的一个生命 这就是亚当夏娃 经过的 也就是在 使徒保罗在八章 十九到二十一节 他是这么样描述的 罗马书八章 十九到二十一节 受造之物 切望等候神的种子 显出来 因为受造之物 浮在空虚之下 不是自己愿意的 但受造之物 仍然指望脱离腐败的 惨自得享 神儿女自由的荣光 全世界现在呢 就是在腐败 下面被制服了 Karenji牧师 他说过在一个 他的布告 他的这个布道的时候 他有这么说 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人类呢 其实是可以 跟神呢 跟神有一个非常亲密的 属灵关系 我们还能被称为神的朋友 这通过你完全的信心 跟完全的顺从 顺从 要进入伊甸园呢 没有遵守神的话语 是不可能再进伊甸园的 伊甸园是神的会目 属灵的会目 唯有那些 遵守神的话语的眼睛 才能张开 看到生命树 那些没有选择 跟随神的生命之道 就是选择黑暗之道 你如果不选择神的话语 就是选择黑暗 没有第三个选择 这些人永远看不到生命树 所以那些称自己相信耶稣 可是并不遵守他们的话语 在生命里的话 或那一些信徒 如果他们的生活习惯 跟他们的作为不改变 这一些信徒 永远不能够看到 也吃到生命树的果子 一个人的生命 如果没有生命树在里面 是没有希望绝望的 充满的是贪心自私 我们妥协在跟世界和给借口 我们非常努力的工作赚钱 可是没有满足 所以这一些人永远是在喘气 跟在寻找 在世上永远是在被世界追隐 即使孩子长大了 结婚了 他们的担忧 跟这个心事永远不停止 可是有生命树的一个人的生命 永远有平安 跟平安跟云宁 是没有担心 顾虑的一个生命 你现在是不是与生命树同在 但愿我们能够选择 跟随神的话语 顺从神的话语 但愿神说你就做 神说就能完成成就 可是当神说 用西伯来文说 神说那我拒绝了神的话语 因为我自己的这个错误的理解 我从世界上吸取错误的观念 那亚当夏娃呢 他们错在哪里 他们先听了撒旦这个条老蛇 结果听进了撒旦话 他们就拒绝了神的话语 我们在生命中现在发生什么事 请问生命树在哪里 神的话语在哪里 对于我们呢 我相信 我们有耶稣基督的恩典 允许我们 让我们能够记得神的坏语 也能够顺从神的坏语 让我们能够从生命树上吃果子吧 阿们呢 要吃从生命树吗 阿们对吗 大家 第三点 谁才能够从生命树上吃果子呢 你回答我 这个回答 谁才能从生命树上吃 谁 谁 谁 应该是我们吗 是我们吗 即使你不觉得你配得上吃 也说阿们的告白 阿们 让我们从生命树上吃 生命树的果子 怎么样吃呢 启示录二章七节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你有属灵的耳朵吗 所以你就听 得胜的 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 西安教会你们都有属灵的耳朵对吗 请你把属灵的耳朵打开听 所以你要克服 你要得胜 才能吃 还有呢 就是 启示录二章十七节 说 圣灵上众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得胜的 我必将那隐藏的玛拿赐给他 并赐他一块白石 石上写着新名 除了那领受的以外 没有人能认识 在这个 伊甸园呢 有生命树这棵树 可是之后呢 当耶稣来的时候 他怎么说 他说 我就是 一棵青树 所以你来到我这 要吃我给你的话语的话 你永远不死 你会得永生 你来我这吃我的话语 他说 我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没有人能够去到天父那儿 除了要通过 一定要通过我 所以谁是生命树呢 耶稣 耶稣现在在说的是 我就是生命树 我现在不是在讲 这个之前的这个童话故事 说你吃了这棵树 你就马上死掉 不是像这个之前的那个 以色语 这个预言这样 这个是假的 现在这些树啊 生命树跟善恶树 其实是指人呢 不是指树 所以在耶稣时代 我们说生命树 其实是耶稣啊 那智慧树又是谁呢 就是那些 否认耶稣是神的 那些称耶稣为 异教徒的 教长的时候 这些都是撒旦的话 通过人的口 说出来 那如今呢 在如今这时代 谁是生命树 和智慧树 记得亚当 被神叮嘱做什么 和不做什么 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 神从来没有说过 没有对亚当说过 为什么神从来没有 对亚当说过 也没有吩咐亚当 吃生命树的果子 神没有特别的 叮嘱亚当说 你一定要吃 生命树上的果子 也没有提到 生命树应该是他吃的 你有没有想过呢 你没有这个想象 有任何关于 这个圣经的问题吗 如果是我的话 我其实在心中 有这个问题很久 如果神更仔细的 更明确的说出 亚当你应该吃 生命树的果子啊 吃了就有生命 不要吃智慧树的果子 会死掉 他并没有 神只告诉他 不可吃智慧树上的果子 没有告诉他 特别要去吃 智生命树的果子 为什么 因为我们来看一下 启示录二章七节 这不是亚当可以自己 主动去生命树栽下来的果子 是神要赐给我们的 我们讲永生不是自己人赚来的 如果你觉得永生是你自己的努力 你自己的可以寻找出来的 这错误神要赐给你 通过他的爱 他的怜悯 要通过他重情赐给我们的永生 所以耶稣来到这世上 而不是等待我们到天堂去找他 不是因为通过我们的打坐 或者努力 或任何的心思 我才能找到天堂 神要来我们这儿 神要赐给我们 神要来遇见我们 神要来找我们 所以神说 神告诉亚当他应该做的 你先克服生命树 对不起 智慧树 我亲自赐给你生命树的果子吃 所以我们的工作是什么 你不用担心 生命树在哪里 怎么吃果子 他会给我们 神给我们 这是他的责任 我们需要做的责任 就是不要被智慧树骗了 别吃智慧树的果子 耶稣说 我是生命树 然后耶稣说 我是活玛纳 是从天堂来到世上的 我才是真正的玛纳 耶稣还说 你吃我的肉 喝我的血 这就是我带来的饼跟酒 耶稣用这个比喻来告诉我们 他要赐给我们吃 要赐给我们 只要我们相信能跟从谁 服从顺从他的坏语 伊甸园 我们现在住在的 应该住在的乐园 耶稣就是在这个乐园里的 神里 约翰福音六章五十一节 耶稣说 我是这个火饼 火玛纳 约翰福音 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的粮 这是耶稣说的 然后耶稣后来又说 在约翰福音八章 那些听我的话语 吃我的话语的 永远会得永生 还有真言二十 对不起 真言十八章二十二十一节 刚才 我是人口中所结的果子 必充满肚腹 他嘴所出的 必使他饱足 所以一个人的口 生死在舌头的泉下 喜爱他的 必吃他所结的果子 所以来到生命树 其实就是来到耶稣之前 吃了生命树的果子 就是接受 耶稣基督的话语 他的道 吃了他的话语 就是要消化神的吩咐 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 耶稣怎么说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亲那里去 没有人能到父亲 得到永生 除非通过耶稣 我这个生命树 最后第四点 为什么 智慧树会 在伊甸园里 谁把它种在哪 为什么神允许智慧树 种在伊甸园里呢 我听很多人说 如果伊甸园里面根本没有智慧树 只有生命树多好啊 如果神是善 是美 是真 为什么会有 坏人在世上 恶人 所以我们现在需要把好跟 就是善跟恶的定义呢 定清楚 善 在西伯来文 是拼成 tov这个字 tov 这个字 tov 在西伯来人呢 这个习俗啊 他们看圣经的时候 当在圣经第一次出现的时候 对西伯来人是有很大的引导性 tov是在创世纪先出现的 神创造 就发生 神的话语说出来就造了 那神看这是好的 这是tov 当神造人之后 神说 他看的是tov 这两字的好 就是非常好 所以在神眼中 什么是好 就是当神的话语完成 神的话语被服从 被听从 被顺从 当我听神的话语 我跟从神的话语 那他的祝福在我生命中 那当然就是好 好 善 在如今的现代人的心中 是只有给我好处的才是好 没有给我好处的是恶 我们需要理解 什么才是在神眼中善和恶 那现在 生命术是完全的善 完全的好 智慧术的 你是善还是恶呢 善恶术 其实是有善跟恶 参在里面 就是智慧术里面 有好也有坏 参在一起 所以这事好还是坏 那我们自己呢 我们自我检讨 我们有神的话语吗 有的 我们有神的善在我们心中吗 有的 可是是多少百分比呢 神的话语是一直 百分之一百 在你的生命中实现吗 被完成 被顺从吗 所以谁才是 智慧术呢 是我们 当神在创造天地的时候 神说就造 神说就完成 所以 之后他第一第二第三第四 每一天 神说就有光 神说就有 这个天上的云地下的海 他开始做分割的工作 每一天创造都是在分割 那这个智慧术呢 其实这个人呢 就是说 善跟恶 再次的混在一起 就是说 我知道什么是善 可是我行的是恶 让我再问你 你是百分之五十好 百分之五十不好 这个人是好还是不好 不确定吗 一半一半吗 如果一个人是百分之七十好 百分之三十是恶 不好 那请问这个人是善还是恶 你现在看的逻辑是人的逻辑 还是神的逻辑 你把 红百分之五十跟蓝百分之五十 参在一起 你会看到紫色 百分之七十红色 三十八仙的 百分之三十的蓝 混出来的紫色 紫色当然是多红少蓝 百分之九十的红色 跟百分之十的蓝色 当然是很红 而且很少蓝 所以一个人百分之九十是好 百分之十不好 这个人是不是比一个百分之五十五十 善恶的人更好呢 可是 从圣经的逻辑跟观点 我们心中的恶 无论 是百分之一的恶 在我心中 百分之九十五的善 这个百分之一能 涂抹我百分之九十九的善 让我用另外一个角度 比例 打个比方 我有一杯纯净水 我有纯净水在这 这是干净的 白开水 很好 干净 我能喝 百分之九十九 百分之一的 我的鼻涕醒进去 现在谁要喝 谁想喝这杯水 连我自己都不想喝了 对吗 为什么 只是百分之一的鼻涕 醒进去啊 就是空气而已 我只吹进去 可是刚才我们告白说 一个人的心如果百分之九十是好 善 百分之十是恶 这个人是好人嘛 你这么说的 那这杯水应该是干净水 对吗 因为百分之九十九是干净 百分之一的鼻涕 朴任之牧师 他在这个 悟到的时候 他说 这个智慧树的 这棵树呢 是关于一个人的信心 跟你的工作 意思是 我们要做的 我们要做的是相信神的道 要做智慧树呢 很简单 你就是要信神的话语 可是不吃 你怎么这样做呢 那个比方 生命树 你是要通过你的信心 跟顺从吃 智慧树或者 智慧树 好像是一个很恐怖的一个 合约 你从这个树上吃了 你就死亡 可是其实一点也不恐怖 看起来很不公平 可是 神的深奥的恩惠跟爱 其实藏在他给亚当的 这个吩咐 通过神的恩典 我们可以 不吃智慧树的果子 我们被他的爱保护 我们可以被带领到生命树 所以我们吃得到 生命树的生命果 我祈祷你能够理解 你能够明白 这些大大的祝福 其实藏在 智慧树这棵树里面的侧应 就是神主权的工作 是允许 这一个生命树这一点也 这个世界里 是这个生命树 对不起啊 这个智慧树已经在这个世界了 也在我心中 我可能说 我心中的善 能够吞没世界的恶 你真的吗 能够这样做吗 你真的能够 分别 善跟恶吗 百分之一的恶 吹进这杯 这个百分之一的这个病菌 在这个纯净水这一杯里面 我能够分出来吗 同样在我心中 我真的能分辨善跟恶 你只选择善 不选择恶 当亚当夏娃 吃了 智慧树的果子 神说 他们已经能够 分辨善跟恶 如同我们 就是三为一体的神 可是神 也知道善跟恶啊 那神吃了 善恶 智慧树的果子 他会死吗 神对亚当夏娃说 不要从 善恶树上吃 如同你跟我 我们家长告诉 这个 幼儿的孩子 不要玩刀 剪刀和刀 因为刀是 坏东西嘛 一把刀啊 是很实用的 可是一把刀 也是有杀害力很强的 观点 关键是在你怎么用 如果你的 你不成熟 或者 不太 不太成熟 能够知道怎么样用刀的话 刀是可以伤害自己的 我现在不是说 智慧树是好 我是说 神是完美 完全的好 他 吃智慧树的果子 他能够只吸取善 不吸取恶 我们没有这样的能力 只吸取善 不吸取恶 即使有0.00001%的 恶跑进100%的善 就会完全腐败 我心中100%的善 所以 在这世界 这个堕落的世界 智慧树已经种在 这个堕落的世界了 也种在我自己的心里 因为呢 因为这样子 我现在非常挣扎 对吗 我们大家都在 都在挣扎中 我们得到了神的话语 真的想要100%的 这个 耳根 蠕虫 可是我的矛盾 矛盾出现在哪里呢 就是 这个善在跟我的心中的恶 参在一起 所以我就给借口了 我就开始妥协了 我就开始 脱功减料 所以 如果亚当 如果我们 开始给借口 或者我们开始听 撒旦在我们耳旁 说的话 听声说的话 如果我们妥协的话 就会失败 神说不可妥协 不看 不听 撒旦所讲的话 可是 夏娃听了撒旦 讲的话 看了智慧书的 书的时候 就觉得 哇 眼前一亮 从那时候呢 全部都 全部都毁灭了 因为神怎么说 怎么说 他说 你吃智慧树 果子的那一天 你必定死 所以你不吃 智慧 这个你不吃 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你就一必定能活 对吗 神已经给了 他们一个道路 有时候我们不喜欢 人家告诉我们 你不可做这个 你不可做那个 可能我们不喜欢 听 圣经告诉我们 我是罪人 我是罪人 我犯了罪 朴润之牧师说 这个是祝福 神的吩咐 不吃 不吃这个 善恶树的果子 其实呢 就是祝福 他是给 亚当夏娃一条道路 告诉他们正确 道路是什么 所以最终 才能够吃 智慧树上的果子 得到永生 为什么 这个善恶树 会种在伊甸园 如果我们看到 创造工作 你看到在 创世纪一章二节 人的心已经是黑暗了 所以在神造光之前呢 已经黑暗了 为什么 人间中会有黑暗 跟混沌呢 记得撒旦早就在那 撒旦就代表 这个 这条 撒旦是被这个老蛇 来做一个代表 对吗 撒旦已经在那 所以这让我们想象 为什么神创造 要在这世上创造呢 为什么 神不在创造光之后 马上创造人呢 这个人的基础 就已经是黑暗 混沌 撒旦就已经在那里 以赛亚书说 撒旦这条老蛇 这个魔鬼呢 早就被神从天国呢 驱出去 踢出去 踢到这世上 为什么亚当要来到 这个腐败的 有撒旦存在的世界 因为亚当有命令 他有目的 他有使命在身了 如果他记得他的使命 他就不该吃智慧树上 打个比方 我们看那个电影 James Bond 叫做什么 叫做战士帮的 那个英国的 叫做什么 英国的那个间谍 因为亚当就是像这样 神的间谍来到世上 他有使命 可是他忘了他的使命 耶稣这样子的解决 解释 马带福音13章2425节 耶稣又设了一个比喻 对他们说 天国好像人撒好种 在田里 谁是好种子呢 神撒的好种子 就是亚当啊 一个好种子 在神的田 神的依恋原理 可是 即使人睡觉的时候 亚当睡觉的时候 有仇敌来了 将 拜子 撒在麦子里 就走了 那继续告诉我们 这个 跑进天国的人 要进入天国的人 那现在让我再问这个问题 这些人呢 是不是 这些拜子跟麦子 就是说 拜子跟麦子 是不是一定都应该全部进入天国呢 我们现在问的 在国家里面 为什么有国法 为什么会有 步骤 就是这些恐怖分子才不能进我们的国家的领土 不能我们进我们国家的边界 对吗 关卡 同样 神知道有人会来侵犯亚当的心 所以 告诉亚当 你一定要看守修理这个圆 这个乐园 因为有人会进来 撒旦会想进来 夺掉你的生命 那你就不能进天国了 你 你如果去新加坡国立大学说 你为什么大学就只有几百个人能够注册 不然让无数人都注册呢 大学的这个注册局根本不理你 为什么 我们说 为什么每一个学问都会有一个标准 同样的 这个世界实战有标准 属灵也有标准 这个智慧术就是测验 就是考试 我们要经过的考试 我们一定要考过关才能进过天国 为什么神要让 这个智慧术种在 那个伊甸园呢 就是要分辨 那些合格跟不合格的 把麦子跟麦子 分开来 这样子 那些合格的才能够 持智慧术的果子 所以救赎历史 救赎历史 就是让我们再次能够回到这个考卷上 要考试 神怜悯人类 所以允许亚当后的人类再次能够考上这个卷子 分辨善恶树 所以结论是 我们要吃生命树的果子 我们要吃生命树的果子 是有过程的 你要看亚当 在当时在伊甸园 他们吃智慧术的果子的时候 是有贪在心中 他们呢 上瘾了 希望跟神一样 所以就听了撒旦的这个瘾又吃了 这个智慧术 吃错术了 哥林多后书 十一章十四十五节 这也不足为怪 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 所以他的猜浅 若装作仁义的猜死 也不算稀奇 他们的结局 必然照着他们的行为 这是哥林多后书十一章 因为我们要祷告 谁要给我们一个 能够分辨善恶的一颗心 这样子 我们才不会被撒旦 被作为装作仁义的猜疑 被骗 以佛所书四招二十七节 也不可给魔鬼留地物 不可以让魔鬼跟你 鬼你跟你讲话 不要给魔鬼 告诉你任何事情 你不可以避免鸟在你头上飞 可是你可以避免鸟在你头上坐摸 意思是 错误的思念 黑暗的思念 可能跑进你脑里 可是你不可以让他存留 要推出去 意思是我们要更加 慎重地对待神的话语 重在心中 不只是非常轻易的 就是 不是慎重地对待神的话语 我们要有正确的心态 慎重对待 尊重神的话语 尊重神的话语 我知道你我都不完美 我们不是百分之一百 可是现在 我们有耶稣基督的恩惠 我们有圣灵帮忙我 我自己的善 不是百分之一百在心中 所以耶稣说 我给你我的正义 神的正义是百分之一百 因为我们能得到神的正义 我要读经文中的两个经文 这是在以赛亚书九章十六节 因为引导这百姓的 使他们走错了路 被引导的也都必败亡 提摩太前书四章一到三节 因为对不起 提摩太前书四章一到三节 圣灵明说 在后来的时候 必有人离弃真道 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 跟魔鬼的道理 为什么呢 因为他听了邪灵 和魔鬼的道理 这是因为 被说谎之人的假冒 这等人的良心如同 被热铁 刀了一般 所以这些人呢 不理解 他们是在谎言中活着 所以这人的良心如同 被热铁 烙灌了一般 他们禁止嫁娶 又禁止食物 就是神所造 教信而明白 真道的人 感谢着领手的 让我们能够跟随神的真理 但愿这真理能够在我们生命中完成 但愿我们能做剩余的信徒 而不是被蒙骗的信徒 也不要做蒙骗别人的 信 这些使者 变成作为属灵的十四万四千 能够站在西南的西安山上 唱这首歌的信徒 我们祷告 亲爱天上的父 我们谢谢你的恩惠 跟你的圣灵 帮忙我们 带领我们 离开智慧说 父亲啊 我们相信你已经赐了我们 圣灵树 赐了耶稣给我们 帮忙我们能够吃智慧树的果子 得到永生 我们天父啊 我们祷告 我们真的能够变成神的儿子 我们相信你找我们 你找我们 就是因为你有一个目的使命 给了我们 让我们找到我们的使命 也让你能够在我们生命中 完成这使命 天父上帝 让我们记得你的话语 完成你的话语 让你的Virum 你说的一切 永远在我们生命中 完全的 完全的造成 当你看到我们生命中 跟我们生命中 做的一切的行为 你能说 这是很好的 我们谢谢你的恩惠 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灵祈求 阿们 我们感谢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